Yo 大家好 又是我 Daryl 今天非常開心 要多謝 Insta360 因為他們送了這部 One RS 給我使用 話說我很久以前 剛剛做YouTube 的時候 入手過一個 Insta360 好像是叫做 One R 那時候真的太過身手了 一放上車 可能扭螺絲 自己扭得不夠緊 就掉落地 然後後面有一架汽車經過 然後就壓爆了 所以基本上是出過一條片 兩條片 錄了幾次 然後就無法再用了 那這次他們送給我新的 更新的機器給我的話 我就真的非常開心了 他們送給我的就是 Twin Edition 也就是說裡面有兩個鏡頭 一個普通的 4K 和另一個 360 這個設計的好處就是一個組裝的形式 即是說你就算要更換鏡頭 也不需要額外買那部機 好像其他的朋友 你只需要將這些鏡頭電池 組裝在一起就可以用了 其實這些 Action Cam 最大的平頸 都是它的電池 所以這次他們就傳了這個大電池給我用了 這個就比普通的那個 可能多過半小時 也就是說可以錄到大概一個半小時 這個架的設計其實都不錯的 而且裡面也有一個毛毛在這裡 這樣就應該是幫助到 你有風聲的時候就可以隔離它 不過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怎樣去放上你的車 或者其他的角度怎樣拿 它就很好啊 有一個是專用單車用的一個組合 裡面就很多不同的配件 可以去嘗試看看 合不合你用的 我自己的話就蠻喜歡用它的胸帶 因為它的角度真的拿得蠻好的 放在胸口這個角度就好像很Immersive 所以是一個手損來的 現在我就用的是4K平面的鏡頭 就這樣看顏色、清晰度的話 都非常的帥氣 什麼都不用弄都可以是這樣的 我自己有點好奇 究竟360的鏡頭放在胸口會怎樣的 效果出來我又不太喜歡 不過怎麼都可以把這段影片放在這裡 讓你有個參考自己決定好不好 不過都要提醒大家 用360鏡頭那時候 因為它會有少許的crop的效果 即是就算你是錄一個6K 或者5.7K的高像素 出來的效果可能都沒有 超廣角度4K的質素那麼漂亮 不過這個就不是360的錯的 可以說是一個無可避免的差異 另一個我都很喜歡的貓 就是這個可以夾在handlebar的東西 上面這裡可以按一按這個按鈕 就可以旋轉將貓 即是如果你突然看到右邊、左邊 有些不同的、有趣的東西 你想對焦在那裡的話 輕輕按一按又可以旋轉它 但其實它們都不聲不聲 就出了這個新的單車貓 這個就是很明顯看到一個設計 是騎著你的handlebar兩邊的 理論上就非常穩陣 還有工程師都可能想過 知道是需要偷輕整個組件的 如果不是的話 你弄到這麼長出去的鏡頭 那是會有問題的 很容易就會調調搖 所以這個臂它就選擇用一個碳纖的物料 哇真的好正好有型 還有我試過動它整個關節 我都覺得是蠻實正的 應該理論上就不會怎麼動的 不過可惜這個設計就不適合我用破風把手的車 就算我用原版的SL7 因為是走內線的油口 所以就會卡住在這裡 就不可以硬去夾它 不過我自己在家這樣搖一搖 它是完全不動我的食物架 這樣就應該穩陣了 那沒辦法 我唯有用它這個方法 不過真的不是那麼穩陣 輕輕拍它都會動作 就像我預計的那樣 這個上司這個貓 過一些 還是便宜路 有起伏的時候 凹凸的話 尤其是過一些 減速過 散渠過 就會動得比較大 會掉下來 看到一間人中 就這樣拔拔它 放回它一個好一點的位置才行 我相信如果用它新的 會真的穩陣很多 但可惜 我基本上是沒有一架車 適合用 就迫著要用這個 如果我要用這個 是三新的鏡頭 不過其實如果要糾正這個SIR 凹下去的問題 我有想過 就做少許改裝的 可能放一些沙紙 之類的在貓 和架中間 這樣增加磨擦力 可能是可以的 我們試一下搖車 這裡看到有一樣東西 我是蠻喜歡的 就是相機 是會跟著地平線 保持環境 即是說 搖車的時候 或者轉彎 就真的看得出 你的車是傾斜的 會增加了很多動感 三行零 也有一個額外的好處 就是有時候可以當車鏡頭 捕捉一些後面 前面側面的情況 看到清晰度的話 就絕對是OK 除此之外 我也覺得 把三行零 放上它的TT車 也挺有趣的 可以拿到一些特別的角度 例如 底部 筷子 軸子 軸子 這些位置 都可以認得很清楚 讓你知道 究竟你是用什麼位置 去踩什麼路段 如果你對這個Insta360 有興趣的話 那你今天就有好處 因為由現在 去到8月19日 你可以用下面 描述裡面 那條連結 就向一個9字幾個位 去買一個 One RS One X2 旗行套餐 以及單車這些配件 好了 今集就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